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边框的部分 由于不是金属边框 所以采用的是没有金属端点 在顶部还有红外接口 底部这边需要注意的是SIM卡槽和麦克风孔位在同一侧 不过这边做了一个防呆处理 也就是说形状上略有不同 要避免差错 在边框的形状复部分 顶部和底部是采用这种内凹的设计 而边框的部分是圆润的设计 基本上截图时候是这样的 双侧握持 整个手感是比较舒适的 因为背板的弧度比较大 来看这个最终幻想配色 哇 这一年我们注意到realme在背板部分 各种各样的工艺 各种各样的形状尝试的非常多 这次的工艺也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有点眼前一亮 眼前一晃的感觉 上方是一个双镜头组的设计 仔细看里面是三个开孔 双层纹的补光灯 那在上方这边做了一个大面积的平式凸起 在侧边还是realme一家标志性的一个速度条纹 那这边是一个比较细腻的磨砂材质 再加这里的高亮材质 整个这样一个最终幻想配色的设计 百分一百分 那达几分呢 刚才我们说了整个还是比较压手的 而且边框也没有采用金属边框 那为什么会比较重呢 原因非常简单 我们看一下它的重量 194g带原厂贴膜肯定是 不算特别的重 但是也有点压手 由于边框并不是金属边框 所以我会觉得它有点重 原因也其实很好理解了 因为它采用了5500mAh的超大的电池 还能够做到194g 属实是不容易 想象一下如果上金属边框 那无论是重量还是价格 肯定就控制不住了 刚才会觉得有一点重的原因 还有一点 那就是它是比较厚的 从侧面大家看到这里 机身偏厚 那么镜头部分显得也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不过考虑到它的电池容量比别人更大一点 这些我也就可以理解 除此之外呢 还有更加适应性广泛的黑色配色 这边采用的是一个类似磨砂加上方高亮的设计 看起来是不是更加商务范一点呢 看一下同学们的意见 两边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点亮屏幕我们看一下 整体的平淡比方面 四周的边框应该说是比较的窄的 特别是两边的 上下略宽一点 而在屏幕显示部分 支持60和144 这是一个两档的超高刷新率 镜头部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钻石类型的排列 不过紫像素会有明显的不同 间距也是要稍宽一点 当然会有同学关心 这个Neo 5 SE和之前Realme的产品有什么不同 拿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之前比较受欢迎的熊猫配色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主要差别在外观设计上 是在侧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凸起透明的 那么这几个设计的话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其实如果总结Realme GT Neo 5 SE的一些核心卖点 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采用了第二代 骁龙7 Plus处理器 让我们对它的性能有所期待 而且从目前曝光出来的跑分来说 它基本上相当于前两代的骁龙8处理器 这个性能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得益于7系本身省电的特性 它的续航时间相对会更长 除此之外 它本身的电池又达到5500毫安时 所以这是一台在终端价位段 特别适合你日常长时间去使用的机型 除了电池 在充电方面 100瓦的充电也是完全可以满足它的需求 整个这套配置应该就是让人觉得比较实在的产品 最后就是在颜色设计方面 喜欢滴到内脸的 有黑色的 喜欢比较这种明快的 有这种比较花哨的 时尚的风格这边有最终幻想的一个配色 总之一句话 如果你对于续航有要求 那么在终端价位段 realme这边给了你一个更加有性价比的选择 而且是最新一代的主力终端7系的处理器 你还希望看到它和谁做对比呢 欢迎留言 我们下一期为你带来 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